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四节 我们看到了 我们一起来念 请大家 耶和华从江大陆来世在的夜里 是他首领开车 耶和华神恶务他说 人从各种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给你吃 只是分别善为树上的果子 你如何吃 因为你是日子必必死 耶和华是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废友帮助他 耶和华是神用土所造成的 也一定各样走售 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也给一切实处和空中的飞鸟 也立足受多情的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一时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做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令他到那人身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以心水平和 二人成为义主 谢谢神的话语 我们很高兴 高牧师在当中 教导我们 把世界教为高牧师 我是从大陆回来的 就问我隔离了没有 后来他们解释说 他已经回来三个月了 他们放心了 不然的话 那天教会可能去的人就很少了 确实是一个非常的时刻 我们想 这一切其实啊 弟兄姐妹啊 都是出乎神的 他可以降福气 但是呢 也可以有惩罚 约尔书甚至说 连蝗虫都是耶和华的军队 上帝叫这些事情领导我们 是对那些不信的人 还是对信的人 我想更重要的是 对他的儿女 他叫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忧伤的心 痛悔的灵 需要悔改在他的面前 叫我们知道 日子越近 这个 蝉腹的症痛 就越严重 这一切都作为一个记号 神来的日子近了 如果今天没有这些灾难 那就感到奇怪 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 瘟疫地震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这些事情呢 在末后的时候是经常发生的 而且是愈言愈烈 说在面对这一切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不但不能气雷 反而要昂首挺胸 我们知道 我们终极得熟的日子近了 今天呢 我给大家呢 来分享的刚才我们度的经文呢 是创世纪 二章15到24节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圣经啊 是非常的奇妙啊 他在第一卷书 所讲的事情 一定要和新约 是连在一起的 六十六件书 是不同的作者 但是 却被一个圣灵所感 所以呢 我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看见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是上帝 造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更知道 到了新约的时候 他预表的是什么 那么今天的题目呢 叫建立家庭 乃为人 神爱我们 他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啊 他甚至拆了他的独生子 用他的生命 来解决我们死的问题 你就知道 他对我们的爱 是何等的生辰 他说我用默然的爱爱你 默然的爱 不用说话的爱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不是 有人就说 这个世界里 很多的一些灾难 弟兄姐妹啊 这些灾难的发生 其实都是有它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我们听话要认真 顺服到彻底 顺服到彻底 第二姐妹啊 我们对上帝的话 我们常常是听一半 顺服一半 另一半呢 我们还要用我们自己的 这是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刚才我们读了经文 那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 吩咐 他说 吩咐 那个人 那个人呢 当然就是亚当 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的吃 只是分别上个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向我们人说话 主啊 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借着历史向我们说话 借着见证向我们说话 借着你的创造 你来向我们说话 叫我们真知道 主啊 你的心意乃是在我们人的身上 叫我们人能够过一个崭新的人生 崭新的人生 一个心灵人生之前 主啊 你叫我们归向你 叫我们的心 伏伏在你的面前 叫我们学一个顺服 一个完全彻底的 在你面前 呃 过一个顺服的生活 我们谢谢你 求你与我们众弟友姐妹同在 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罪名求 阿们 呃 我们 弟友姐妹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啊 亚伯拉罕 上帝啊 他呼召了第一个人 就是亚伯拉罕 他把亚伯拉罕从乌尔那个地方 乌尔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啊 是败月亮神 啊 败月亮神 呃 今天有没有败月亮神的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败月亮神 穆斯林你知道吧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他那个教堂上面的 那个灰号 就是一个月亮啊 呃 呃 其实他们 根源都能追随随到啊 乌尔的时候 啊 拜 他是败月神的 上帝呢 把他从上 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 叫他 离开本地 本家 父家 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 我们看见 七十岁的一个人 他能够顺服上帝 本不能离开家 那个岁数是要落叶归根的 但是呢 他听上帝的话 他离开了 但是他离开了 听话 但是 他离开了本地 但是当他说 离开父家的时候 他的父亲和他在一起 离开本族的时候 他的侄子和他在一起 你看见没有 弟兄姐妹啊 我们顺不顺服 我们顺服 但是我们往往我们的顺服 是有一半的信心 有一半的是没有信心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往往在解经的时候啊 我们解就是说 上帝教我们 为什么教我们吃 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 这个 吃生命树的果子 不要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 我们就来研究 这个三个树和生命树的问题 其实这里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上帝说不可 可以 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就是不可 为什么 上帝说话 上帝说话 不是叫我们去分析他的话 上帝说话 是叫我们坚定的去顺服他 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击打盘是出谁 还是不击打盘是出谁 不在于击打和不击打 在于你顺不顺服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一个原因来 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一个解释的理由来 但是上帝今天 叫我们在顺服的时候 弟兄姐妹 是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有限 我们人的眼睛是往前看 我们脑子后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是无限的上帝 所以他叫我们顺服他 顺服就得福 当然了 神 他是知道我们的信心 他是做了一定的解释 那么 他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善恶 你吃的日子 必须要死 必须要死 那么他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吃什么 吃生命树的果子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人呢 当我们来分辨善恶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上帝 我们就没有 没得了标准 没有标准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善恶 其实 你说哪有这样的事 啊 我不知道善恶 当然你不知道善恶了 第一姐妹 当我 我以前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能一拳把别人打倒 我是英雄 你知道吧 但是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才知道 自己把自己打倒 那才是得胜 你看见没有 完全的 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所以呢 第二姐妹啊 我们离开上帝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一个人呢 是非常自私的 当这个事情不牵涉自己的时候 可能你有公义感 但是当这个事 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的公义就没有了 包括大卫都是这样 对不对 他夺了别人的妻子 杀了别人的丈夫 但是他在那干什么 他在一直做一个 隐藏 想把这个事情 用自己的办法 把乌里亚召回来 叫他回去和他太太睡觉 想用这些办法来掩盖他的罪恶 你看见没有 所以当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 都不敢立刻就说出他的罪恶来 他要先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呢 他面对的是君王 你知道吧 他是掌握刀把子的 可是当他举一个例子的时候 说有一个父户 他有很多的牛羊 但是当他来了他的客人的时候 他却把那个穷人 只有一个母羊羔的那个穷人的那个羊羔夺过来 杀了 招待他的客人 对了这样一件事 大卫马上一分填膺 马上就说 这个人要遭报四位 你看见没有 但是当拿单说 这个人就是你的时候 这就是大卫的过人之处 他立刻就跪在神里面前 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他没有说他得罪八十八 他没有说他得罪乌里亚 他说他得罪的是上帝 说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弟兄姐妹啊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管犯多大的罪 但是我们忧伤的心 痛悔的灵 我们悔改 我们只有路 不悔改 没得路走 对不对 扫罗有什么罪 弟兄姐妹 如果扫罗 如果有接待的法律来说 扫罗能判刑吗 扫罗充其量是工作上的失误 但是他不认识上帝 当他遇见问题的时候 他立刻就把事情推在百姓的身上 如此看来 不是因为最大最小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认识是他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就告诉我们 说书上各样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三个书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 那你吃就是要死 果然 我们知道 结果是什么 死了吗 不是亚当又活了吗 活到九百多岁吗 弟兄姐妹 当你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 他就被赶出了一点园 你看见没有 他就和上帝的分离 像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声气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死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和上帝的分离 看起来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 非常的清楚 《草诗记》一章二十六节 那你说什么呢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什么叫形象 什么叫样式 形象和样式都是内在的东西 它不是个外在的 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呢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那你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弟兄姐妹 这是外在 对还是内在的 我们以前没有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昼夜思想的是什么 但是当我们认识他之后 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改换一新 成了新的 一切都是都过去了 都变成新的了 是吧 并且穿上新人 你是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给一些受洗的一些肢体 对吧 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 他那种激动 那种感觉 他说我宣告 我今天归向基督 从此 我不再是我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但是我们里面 虽然是个新造的人 但是保罗都说 我们里面有两个率的征战 所以呢 弟兄姐妹啊 你要干什么 一生 不断的忧伤的心 痛悔的心 不断的悔改 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死去救灶 不断活出一个新生来 这些人是照着 神的形象造的 弟兄姐妹 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你里面什么叫他的形象 后边就说了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经 真理 这个世界有真理吗 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一个定义吗 真理是一个挂在墙上的东西吗 一个死的真理 能够救一个活的人吗 有真理的仁义 耶稣说我是真理 活活的真理 他能够把死人救过来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个公式 一个公式 尘土 我们人是用尘土造的 尘土很卑贱 很多 尘土不值钱 但是尘土 加上神的形象和样式 你就是人 人 照着他的形象 造什么 造人 但是如果尘土 我让你讲 大大能听见吧 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大 我用不用往下一点 可以啊 我这听见一些回声 做事 尘土 加上钱财 学历 成功 权力 甚至 外体 相貌 拥有 足夺的物质 世上的一切 你看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外在的 人 都是在追求个外在的东西 啊 今天很多人呢 都 这个叫 圣经里边说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要心思一天 但是当外体毁坏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甘心 是吧 这个据说韩国有一种最新技术啊 叫拉皮 是吧 有一些女生 老了 皮松了 就到韩国去拉皮 以前的时候啊 拉了皮以后啊 一到海关 出不了关了 这模样不对了 是不是 现在好 现在又痛哭了 啊 痛哭 痛哭变不了 是吧 没错 痛哭也肿了 啊 弟兄姐妹 这都是外在的东西 耶稣有什么 有学历吗 弟兄姐妹 耶稣 长得很漂亮 是吧 耶稣有房子吗 湖里有洞 废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正头的地方 弟兄姐妹 他有什么 但是他是完全的人 他又是完全的神 用神的形象 样式 那你是人 今天很多人 配着人皮 你知道吧 里面是南长女道 看起来像个人 里面全没有道德的底线 其实大陆上很多这样的人 美国没有吗 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追求外在的 一个基督徒一定是练内功的 不是练外功的 什么叫形象 和样式 真理的人意 和圣洁 岳伯记就说 他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这就是谁所需要的 谁所要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尘土 只是家在 家有一个外在的 就是蓄浮的人生 没有根 正像诗篇 第一篇说 像康比一样 康比里面是没有生命的 看起来像一个骨子 但是呢 它里面没有尸体 被风吹来吹去 在地上飘忽不定 它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 这不就是那些不信的人生吗 我给一些人传福音 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人死如灯面 我说你休想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出于尘土的要人归于地 灵要人归于此灵的上帝 弟兄姐妹啊 他是公义的神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 尘土算不得什么 所以保证就是说 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摩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这个瓦器 瓦器是尘土造的 是吧 烧一烧而已 瓦器 我们人就像瓦器一样 这个瓦器很容易受伤的 你知道吧 掉地下就摔碎了 我们常常说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但是要显明这摩大的能力 是出于里面那个宝贝 上帝的灵 神的形象和样式 不是瓦器的本身 肉体是无疑的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四十五到四十六节 那里说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 书学期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的 你看见没有 第一个亚当 就是用尘土造的亚当 上帝想到避孔吹了以后生气 亚当就成了什么 有灵的活人 而末后的亚当 是指导耶稣 他没有说 他是用尘土造的 你看见没有 末后的亚当也叫了 成了叫人活的灵 他是叫人活的那个 但是书学期的在先 属灵的在后 正像我们人的生命一样 我们先有干什么 肉身生 才能有什么 从灵生 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 那个尼克迪姆很有学位的人 当官的人 来找耶稣 知道吧 他来找耶稣 很谦卑是吧 他来找耶稣 他是个善于观察的人 他说 若不是从神那儿来的师父 你所行的 无人能行 耶稣行了是吧 神奇是吧 下次看见缺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接近 死人从死里复活 这些今天的人做不到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若不是从神那儿来的师父 你所行的 没有人能行 没有人能够行出来 耶稣听来这个话 很激动 是不是 但是耶稣说什么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克迪姆很有学位 是吧 很有学位的人 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 你看见没有 他听了从生 他说 我已经这么 这个年纪了 怎么能够才 从母亲肚子再生一遍呢 这个话对吗 这个话 很有学位的人 怎么说错话呢 不是说你这么大年纪 回到母亲肚子 就是你刚生出来 也回不去了 但是耶稣接着就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看见没有 先从入身生就是入身 从灵生就是灵 但是先入身生 后灵生 先有母亲肚子生 完了以后再什么 接受福音 灵生 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你看见没有 新约 旧约 完全一个月 第二个就是 独居不好 再加恩 商店很奇妙 六天的创造 他说了七次的好 唯有造了亚当之后 他说男人独居不好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弟兄姐妹啊 这句话 很多弟兄非常喜欢 这句话 这个太太一惹她生气了 她马上就说 你是帮助我的 他以为帮助的都是弱的 其实能帮助你的 那是比你强的才能帮助你 是吧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啊 耶和华不如你吗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后面接着就说了 耶和华 神用尘土造了所有的 各种东西 各种活物什么都是尘土 人也是尘土 没什么区别 不过 上帝造的各种东西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 但是呢 他向亚当的鼻孔 鼻孔吹了一口声 亚当他是造的上帝的形象 和样式造的 和动物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 各样的走兽和空中 各样的肺鸟 在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不是上帝给起名字 是亚当给起名字 亚当起名字 就代表了权威 所以亚当就可以管理 看守他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 牲畜和空中的肺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 来帮助他 那么这句话呢 很多人的解释呢 就是说 叫他来选择一个配偶 但是呢 这些不能成为配偶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同心缘 才是叫缘 不同心 他永远缘不了一起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 神来测试他 神常常用一些 来考验我们 第三个呢 就是 美妙 爱情当珍重啊 爱情啊 婚姻啊 是神所设定的 那我们人人都当尊重 希伯来书 说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里呢 就讲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先有男人 后有女人 虽然女人是帮助男人 但是呢 从秩序上说 是先有男人 这里呢 耶和华神 就做了一个手术 这个做了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 是一个五同的手术 不痛 这个非常奇妙 沉睡 今天很多这个医学 也是模仿这个地方啊 打麻醉药是吧 打上麻醉药 一睡觉 醒了 手术做完了 是吧 你看 耶和华神那人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 把肉合起来啊 这就是动手术嘛 对吧 肋骨 他没有用脚骨 没有用头骨 肋骨 说明 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这个 肋骨 是需要保护的地方 造成了一个女人 领到他的跟前 领到他的跟前 那些 陈涂造的各种的动物 也是神不得领到他的跟前 这个也是领到他的跟前 那么当然了 就是先有男人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在鸢尾里面有个刺 就是以前领了很多 但是这一次 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弟兄姐妹啊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 娶出来的 哇 弟兄姐妹 这就是第一首诗 人类的第一首诗 就是爱情的诗 爱情的诗 一直到今天 没有出其右的 没有一个诗 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进化 难处就是 她不知道 先有谁 后有谁 是吧 是先有鸡 先有蛋 她说先有蛋 那么那个蛋 从哪来的 是鸡下出来的 那先有鸡 那鸡从哪来的 从蛋里边出来的 她到老她不知道 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那么先有公鸡 先有母鸡 她更不知道了 那么这里就告诉了 上帝的造 创造 上帝创造 所以人类的第一首诗 就叫情歌了 叫情歌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第四个就是 家庭生活 学问深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是很妙啊 叫我讲到12年半 是吧 不要超过12年半 据说你们还要回家做饭 现在已经不供应饭了 这个因为 大家集体在一起吃饭 可能交叉感染 心里边 心心 大打折扣啊 现在还是 要提防一些好 是吧 不要这个 现在我给你说 咱们真是不错了 在大陆上都没有聚会了 都是在网上聚会了 现在都是 今天在大陆上 你知道吧 弟兄姐妹 都是视频 看一看了 见面清理不得了了 现在 但是见面不敢握手了 你知道吧 我们也不握手了 是吧 交接 怎么交接 波饼还是要用的 是吧 戴手套 所以因此呢 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啊 这里有三个动词啊 一个离开 一个联合 一个一体啊 那么 我衷心呢 其实来和大家来分析一下 家庭呢 乃是一体的结晶 一体的结晶 怎么叫一体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呢 就攻击我们啊 说基督 你们信了这个 耶稣啊 说的 这个 不孝敬父母啊 一接了婚就离开父母 中国人都是叫 以前叫 无视同堂 这个一家都住在一起 一家都住 就表示这一家很 很团结啊 其实里面 经常矛盾 矛盾重重的 这个老人活着 这个老人 他是很有 威严的那种 这个家能够保存住 如果这个老人 没有威严的那种 这个家 非蒙离析的都是啊 其实这里讲到离开 他真是恰恰相反 他不是不要父母 啊 揣机记 二十章第十二节说 当孝敬父母 是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他说的非常清楚 在这个地上 不是说 天上 是没有时间的 说当孝敬父母 是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 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第二节 孝敬父母 真的家里边 有一个老人啊 那是年轻人的福气啊 那是上帝来祝福你啊 但是呢 这里为什么要说离开呢 就是这个离开 不是离开父母 不要父母 是离开父母 对父母的依赖 第二姐妹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 这个自己祷告都没有把握的 有什么事啊 都是要找什么 找什么父母啦 找叔叔阿姨啦 叫他们给把把舵 拿拿主意 或者叫他们来为这个事祷告 他们祷告了心里才安心 他们不祷告 总是这个心落不下 离开是对父母的依赖 逐渐的淡化 而对神的依靠 剑刺的神话 我们的信仰 弟兄姐妹啊 常常一开始都是需要拐棍 需要一个棍子 就依靠自己的父母 依靠老人 但是上帝要干什么 要拿去这些东西 叫你干什么 单纯的去依靠他 不是借助一个拐棍 你知道吧 就好像 雅各 雅各说 我是拿着这个帐 过的越南河的 他拿着帐干什么 用帐保护他吗 但是这个帐 有一天他离不开的时候 他到老的时候 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他是在踏上 主的帐 向上帝祷告的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大家看圣经了 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 看出这些味道来 所以离开父母 是离开父母 这个依赖是什么依赖 就是和上帝建立关系 这个 属灵的关系 你需要和上帝 每一个人和他建立 最直接的关系 而不是 只是去依靠别人 依靠自己的父母 第二个离开呢 就是离开过去的自我 不仅是形态的放弃 更是意识的转换 对于姐妹啊 离开是什么 以前是儿子 以前是女儿 但是你结了婚呢 马上改变了 对不对 你是丈夫 你是妻子 生了孩子 你成了父亲 所以你看没有 你的身份的转换 你要适应你的角色 你不能够再和以前一样 还是活出那个自我的价值观来 天下 家里边都是我 今天中国 这个只剩一个好 国家养地老是吧 只剩一个好 这个好好培养 这个望儿成龙 望女成凤啊 第二姐妹啊 都是想啊 最后就 这个这个这个 教育出了一个什么呢 教育出一个 非常利己的 一个自我主义者 一个家就一个孩子 非常的自私 但是呢 这里呢 叫我们知道 离开 就是离开自己的 那个自我的价值观 你不在一个人生活 两个人的生活 你要离开你的自我 你要去 有更多的角色 所以要活出一个平衡的 不断丰盛的人生 第三个离开呢 就是敢于承担责任 彼此生活磨合 尽量担当对方的难处 第一姐妹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承担家庭的责任 第二姐妹啊 这个承担家庭责任 其实叫你承担家庭里边 所发生的问题的责任 好事用你承担责任吗 但是我们往往 我们这个人的特点是吗 当这个事是个好事的时候 你看都是我吧 当家庭发生矛盾的时候 发生一个 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 都是你 都是你 马上就就就就变了 很少有家庭 当上发生问题的时候 有一点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做错决定的时候 他能大胆的说 都是我 我跟你说 都是你 就是因为是你 如果是对方 你也这样说的话 那就不是你 你明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吧 所以呢 要敢于承担责任 弟兄姐妹 今天呢 很多的家庭 很多人都不敢承担责任的 所以呢 我们要干什么 不单要承担责任 要承担对方难处的责任 两个人的生活 一定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难处 要主动的承担 承担这个对方的责任 联合 联合是什么呢 就是 联在内心 合在情深 这个联合 很特别 其实这个联合里面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当二人联合的时候 你有一个中心 我们知道二人世界 是不容第三者插足 但是呢 在这里呢 就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里面一定要有耶稣 不但要有耶稣 耶稣还不是配角 他一定是你家里的什么 主人 他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 两人有矛盾 但是两个人都仰望一个上帝的时候 所有的矛盾应人而解 算是连在内心 何在情深 性格不同 却有共同的目标 个性还在 却能互相 互补对方的不足 足足气软弱 使之刚强 告别灰心 操练耐心 第二姐妹 这个是非常特别啊 为什么呢 两个人呢 结婚 如果两个人批度急 很少有这样的 两个人批度一块慢 也很少有这样的 很少都是一个急一个慢 慢的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 但是要互相迁就 慢的要快一点 快的要慢一点 是吧 我认识一些接了婚的 很多人 他的家庭的矛盾 都不是罪的问题 都是因为这些问题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赶火车 火车快开了 他才来 我都知道 有一个弟兄就是 那个火车都开了 他说慢点慢点 他再拿着包 这个火车他能等你吗 你慢点 是吧 说说第二姐妹 这个慢的就要快一点 快的就要慢一点 啊 要互相的迁就 啊 要 互补对方的不足 不是互相责备对方的短处 说第二姐妹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两方面的事 啊 两方面的事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有一方一定一个 最先设计的 两人都说 你先设计 我在设计 是吧 但是你要甘心 为对方设计 联合就是 是见词发扬 共同的短处 学会欣赏对方的短处 淡出原来各自的性格 脾气 喜好和生活的习惯 第二姐妹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有一个小姐妹 啊 一个小姐妹 她就看好了 教会里有一个小弟兄了 左看也好 右看也好啊 那个实践上 天底下 那是最好的一个 这个后来我就和她说 我说你要小心啊 我说你要 结婚之前的时候 要瞪大眼 结婚的时候 结了婚 你要闭上眼了 是吧 你就 不要着目 她就说 哎呀 这个这个 她太好了 我这看好她了 你看她说话 声音很大 有男人的气概 她说 啊 回家以后 一个鞋上这边了 一个鞋跑这边去了 她说 这叫不居小姐 我就欣赏这个 她说 但是结婚之后 不到半年 她就来找我 说 我当初瞎了眼了 她说 我怎么找了 那么个东西 她说 我说 你当时眼 瞪得够大的 但是现在 你要闭上眼了 是吧 当然了 后来那个 那个小弟兄啊 后来他也 也有所省察 也不断的改变自己 两人呢 后来是 还是不错 所以呢 弟兄姐妹啊 我们往往就是 这个人呢 就是说的 当你看一个人 好的时候 只要他什么都好 但是当他 发现他坏的时候 他比谁都坏 这是我们人 一个非常 一个片面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善意发现 别人的 坏处 你有坏处还能发现吗 你能把一个人的坏处变成好处吗 弟兄姐妹啊 上帝就能 很可能你的优点 是你的劣势 很可能你的缺点 交在上帝手里 反而成了你的优势 所以弟兄姐妹啊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我让讲 大家能听懂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法再解释了 是吧 我给年轻人讲 年轻人很喜欢听 大家都结婚了 大家不一定很喜欢听这些东西 是吧 大家都比这个更有经验 是不是 能不能听懂 联合 我们必须以基督为家庭的中心 遵从圣经的教导 越爱基督 就会越爱对方 越欣赏对方的时候 就会必死人众 荣耀主 弟兄姐妹 学会欣赏别人 我们接纳一个人 不是光接纳他的优点 我们也要怎么样 接纳他的缺点 所以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 没有缺点的人 都不叫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人的缺点 我们怎么样来 把他的缺点变成优点 我觉得这个 说是家庭 我们常常 我听了一些小男孩 小女孩和我说 家庭就是避风港 到了家庭去 我就可以 在外边受了气 到了家里边 我就可以放纵一下 我说家庭是 好好经营的地方 家庭正是 你不能放纵的地方 我跟你讲 你放纵一次 很可能 我跟你说 带来的后果 可能都是一生的事 所以呢 这个家庭一定 我们要学会 彼此尊重 干什么呢 是我们的主德荣耀 一体 也是三个方面 虽然两人是一身 却不是一体两头 互正高下 也不是对付唱戏 各弹各地调 更不是貌合神离 巧使心计 家庭 弟兄姐妹啊 一定两个人 要成情相待 不能搞什么心言 这个议题 乃是不再有私自的意志 好恶空间 小脾气 小自己 小金库 小金库大家知道吧 这个 我就知道 有一个接了婚的 他的母亲 就是南方的母亲 这个 就和他儿子说 说你别傻 奖金别交上去 留着 有个什么机身好用 弟兄姐妹啊 你知道吧 你把一个东西 藏在桌子底下 你有时候忘了 是吧 蹦一脚就踢出来了 弟兄姐妹啊 这个东西很容易伤心的 对方一个必死信任 是吧 虽然不再有自己的 私自的意志 甚至好恶 本来我 我 我 看电视 看电视 我也看这个 你也看那个 你要为对方 你要放弃你的 慢慢地把他引导到 不看什么电视了 听圣经的录音 是吧 这个是蒙福的 咒约四样上帝 话语的那人 便为有福 一体 就是一个目标 一条道路 一味救主 一样意志 一同喜好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一心一意 这个 这个一呢 这个很多结婚的时候 都是用这些啊 那么 患难于共 同舟共济 千和拱敬 善解人意 相濡以沫 感痛深受 互相勉励 弟兄姐妹啊 这些 我不知道 有没有更好的词啊 当然中国 中国的话的 都是什么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做连里根啊 什么 绝案齐眉 白头到歇牢 呃 但是在我们信仰里面 我们 和那个是有区别的 我们要比他更深一步 第一上呢 是追求外表那些东西啊 但是我们是追求内 内在的 啊 我们要患难于共 啊 这个 我给一些年轻人 证婚的时候啊 这个小伙子激动的不到了 要结婚 要结婚了 是吧 啊 单头跪着 举着画 我永远爱你啊 永远爱 我说真的吗 他真的 我永远爱 我说可能是你的理想 是吧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不永远 是吧 能够说这个话的 只有上帝 因为他是永远的 我们能活多少年 第二姐妹 当上帝说永远爱你的时候 就是你年 年轻 这个游历的时候啊 年轻花容月貌的时候 他爱你 但是有一天 你知道你会老的是吧 有一天会没有用的 会躺在床上 牙都掉了 眼睛也看不见了 躺在床上 那个样子很难看是吧 比公园的猴子都难看是吧 没人爱你的时候 但是上帝说 我仍然爱你 第二姐妹 他不是爱在一个人 有用的时候 他是爱你这个人 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欢难于共 同志共济 千和共济 现在都很好读 但是活怎么活 弟兄姐妹 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是吧 所以呢我们 虽然是 我们一提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造亚当的时候 是给他做了一个 巫童的手术 亚当就产生了女人 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是被枪伤 当他血流出来的时候 水流出来的时候 就产生了教会 二人成为一体 教会也是 教会要和基督的合一 所以呢 弟兄姐妹啊 他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来看看这个 以弗所书五章 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你看见没有 马上就点出这个问题来了 创世纪 讲了造男人造女人 但是这里干什么 入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先生为太太设计 太太为先生设计 要用谁接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至圣洁 没有瑕疵 再次提到 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 恨无自己的身子 总是包养顾惜 正如基督代教会一样 看见没有 那个是什么 是个影子 后边是个尸体 前面是个例子 后边是一个 他的目的 因为我们是 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 你看见没有 圣经要归结到一个 就是什么 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成为一体 我们从一体分出来 但是我们还要在基督里 再成为归于归于一 对不起 过了五分钟了 结束了 天地万物日月新 上帝爱怜在与人 伊甸水美山以峻 亚当园中兼责任 独居不好再加恩 乐骨造出心相印 富师一手千古银 家庭和美 情更深 愿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的祝福 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成为一个 和美的 荣耀上帝的家庭 就好像 基督爱教会 和教会的合一 愿上帝的话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地图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虽然世间有限 人的话苍白 但是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使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是你的名德荣耀 每一个家庭 都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 都成为一个敬拜你的祭坛 我们谢谢你 求你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使我们 真实地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生 使你的名大得荣耀 孩子的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 阿们